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蛋价又回到历史新高点了 传出早餐店 现在已经贴出公告了 要加一颗蛋要加20块钱 网友感叹 长成这样 还是不如加个肉片好了 好了 现在鸡蛋的供需失衡 导致蛋价飙涨 学校的团山业者也说话了 以往每个月会安排6次的鸡蛋料理 现在恐怕要缩水变成4次 而且没有一颗蛋了 要吃散蛋 因为蛋不够了 业者很忧心 再这样下去 那新学年的营养午餐的学费 会不会涨价呢 农委会今天就宣布了 好 没有关系 吃不了蛋对不对 我们来吃鱼 因为和养殖场调节之后 现在确定 斑斑吃石斑又可以吃了 保证每一斑可以吃满4次的石斑 但民众质疑说 缺蛋改吃鱼吗 这样就比较好了吗 先不说鱼比蛋还要来得更贵 对 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成分 那么现在万物皆长 如果说 民众遇到涨价就要敢吃别的 那最后会不会 这个蛋也不能吃 鱼也不能吃 到最后会不会什么东西 到大家要吃什么才好啊 嘉宇 确实啊 这个蛋价的问题是全球都是 这样日本它也是创下 30年来的蛋价新高 每公斤高达这个72块 那以台湾来讲 现在是每台金52元 也是历史新高 那种种原因归咎起来 包括禽流感的议题 包括说台湾的这个蛋农规模比较小 所以很多机设的设备非常的老旧 那极端气候导致这个产蛋率不高 那但是农委会确实也应该要提前的部署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蛋的议题 从去年延烧到现在 那现在要亡羊补牢 可能从国外啊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补救 但是显然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况 所以这个蛋价高涨的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那目前政府是编这个四年四十亿希望去协助这些蛋农 去更新这些设备 只是对于这些平价的这些商品 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多努力在民生物资上 让民众至少能够 不要说这个房子是吃得起 租得起买得起 至少在一般的民生币区品 像蛋啊肉啊这种基本的 也能够让民众可以在一定的价格里面买得起 因为很多人常常拿日本的物价跟台湾去做比较 认为说日本照理说薪资各方面比台湾高 物价也应该比台湾高 结果在一些比较民生基本的像牛奶啊蛋啊等等这些 在超市所看到的价格 很多人跟台湾做比较 发现说其实日本并没有比台湾高到哪里去 那所以大家认为说 日本在过去这十年来 面对通膨或是物价高涨的状况 他们是这个所谓物价的优等生 反而台湾在这一方面 比较没有在做相关的调控 这就是长期来可能相关政府部会没有去注意到 那现在要在超市去推出这些所谓评价商品 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考验政府在这一次面对这个通膨跟高物价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有这些反应的能力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bia 这根本不就是 不就是 搞吧